大家好,我是蓮 我是二位 因為現在是夏天嘛 白天實在太熱了 所以我們最近的日程 就是從晚上或是傍晚才會開始出門 我今天早有去運動喔 我最近就是 哇,積極向上這樣 從成都回來以後真的 就是愛上了吃辣跟吃麻這件事情 特別是夏天很容易沒有胃口嘛 所以今天 我大概從昨天不 大概從前天吧 我就很想吃就是麻麻辣辣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吃一家 我們一直以來都很常吃的串串店 這算是離我們最近的 有成都味的一家店吧 對,就是上海其實有很多很多 更正宗的成都菜啦 但是這一家是我們最日常吃的 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 不要再跟我說 這家一點都不是成都 我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都吃得出來 我們今天來的是五元路的分店 我們來這家是因為覺得這一家比較好看 就千里條條來 結果 呃,他在整修 尷尬 變成最醜的店 他平常很好看的啊 大家可以整修後再過來 我們要了紙紙的菜單來看 然後 他好多菜竟然變便宜了 菜單的時候做錯了 好ㄎㄧㄤ喔 其實這邊的窗邊位置 晚上來做還蠻有氣氛的 外面會有燈光 會有樹 但是因為現在真的是整棟都在整修 所以外面就什麼都沒有 然後附近都是一些整修的工具 什麼樓梯啊 木板啊之類的 這一次來菜單 其實跟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每次來都會必點的紅糖池吧 在新的菜單裡面已經找不到 剛才問他說已經沒有賣了 然後有一些價錢都有些微調整 不知道口味會不會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吃看看 對面這個人剛才就跟服務生 一樣一樣過的菜單 就這個不辣就不辣 這個不辣就不辣 我就有點不懂他在這裡幹嘛 對 愛的彎达麵 還有飲料 旺山莎 這超好喝的 這邊有呢 吃第一口就嗆到自己的人 他已經完全推壞了 太辣了 我老天 還好我們剛剛點的串 算是點不辣的 差一點就點辣的 你知道嗎 對面那個辣的不行了 只好我先來說一說 這是我最愛的彎辣麵 就是我覺得他相比程度沒有這麼麻 沒有這麼辣 但其實剛剛好符合我的口味 因為他的彎豆是非常的爛 然後肉米加了一點辣油 非常的香 就是整個香蠻的氣息都很夠 然後最重點的是那個麵 就是細細的 但是一點都不會軟爛 這一碗麵真的是我每次來必點 然後還有這個飲料 旺山莎 這超好喝 而且很便宜 也才12塊 它是那種三加七泡飲 以後我大概只能自己來吃這家店 以後大家可能會看到很多這樣的鏡頭 沒有臉臉 你要評價一下你的食物 你可以評價嗎 Q 辣 嘴巴很腫 可是你說你可以吃的 就雖然很辣但是吃在是很過癮 而且我有一個解辣的秘方 待會再表演給大家看 這就是連去成都以後的區別 以前是不吃 現在是一邊崩潰一邊吃 對 你很像那種很愛乾淨的貓 很愛乾淨的貓 不是很辣的狗 這是你的秘訣 對 就是把這個不辣的湯倒進來 然後它這辣油就會洗出來 就是大家有看過不辣的串串嗎 就這樣就要 在連連製作它的不辣肥腸粉的時候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其他的菜好了 連連今天有點講不了話 我們主要是點了串串 然後還有一點小吃嘛 今天小吃只點了就是 那個 鴨腸 還有涼粉 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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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粉 這個鴨腸超級好吃 鴨腸非常的脆 當然沒有在成都的那個 滴血火鍋吃到那麼那麼脆 但是也已經非常好了 它是汆燙的鴨腸 然後鋪在辣油裡面 上面還撒了一點辣椒粉 我覺得味道超級夠溫 喜歡 然後冰粉的話 是我們每次來都會點的東西 也不是說它多好吃 只是因為連連沒有它的話 可能無法踏進這家店 在經過了肥腸粉大換鞋計畫之後 它已經變成一碗可以吃的肥腸粉 清湯肥腸 對 其實其實味道還蠻濃郁的 然後非常蠻Q的 這個粉 雖然說真的沒有程度那麼好吃 但是也還在那個 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這碗還是蠻推薦大家點的 這裡的串串算是它的招牌特色吧 雖然說它真正最特色的 一定不會是白湯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吃白湯 是你 對 所以只能 我先寫個筆記 所以只能幫大家嘗試看看這個白湯的串串 它這個白湯雖然說不辣 但是該碼的還是有 然後裡面的食材 我覺得就是裝備裝局吧 沒有什麼吃起來讓你特別驚豔的 但就是那個湯底還不錯 我們都是喜歡吃原生態食物的人 所以每次吃這種串串 其實風險還蠻高的 因為大部分的這種串串 或麻辣湯的店 其實肉類都會一定是醃製肉類 然後味道就會非常的化妝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在乎的話 還是點那種原生態食物 蔬菜類一定是安全的 對這個掌中堡真的是 大家知道掌中保守嗎 雞在這裡 好吃 在歷經了無數次的擦汗之後 我吃完了這一碗肥腸粉 下面請開放掌聲 因為這實在拉得太恐怖了 所以就點了一個解拉神器 這個冰的老巢湯圓 這個湯圓吃起來很像台灣的那個剉邊 那個冰還是粗的那一種 然後裡面就是 酒量的味道還蠻重的 香氣還不錯 湯圓吃起來很Q喔 所以 如果像我一樣 不太敢吃辣的人來吃這家 一定要點這個 一口辣一口冰 真的很棒 然後我剛才查了一下 紅糖十八是只有這家分店沒有 其他的分店都還是有的喔 可以去吃吃看 真的很想吃 從頭唸到尾 超好吃 吃飽飽 你有飽嗎 有啦 還是滿飽的 就有點辣飽了這感覺 嚇飽了 真的太辣了 但是我今天其實還有一個願望 就是去一家川菜酒吧 為什麼 因為想說是一個主題啊 就吃完四川的東西 然後再去一下四川的bar 就是一個辣到底的感覺就對了 就是川菜成語bar就很酷啊 反正就是要殘害你的胃 就是一次給它殘害的夠就對了 反正你就一個禮拜 也不會有幾天想吃辣的 所以 我沒有一天會想吃辣 我們發現一個烏魯木齊中路音樂歌 他真的就是在 只在烏魯木齊中路 因為我們剛才沿路就是跟著他一起過來 結果他這樣 就是轉了個圈然後繼續放音樂給大家聽 好嗨喔 我們現在搭車來到一個有點迷幻的地方 這裡真的有酒吧嗎 這家店叫做福生酒館 然後整個裝潢還有名字 聽起來都是很 就是失憶的感覺 福生入夢 然後他開在一個很新的 夢的一個地底下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看 這個嗎 對啊 有怎麼好那麼懷疑的啊 這家店的福生酒館 雖然開在一個很現代的就是 夢裡面 但是他 從 裝潢開始就一點都不現代 而且非常的 就是有那種 六零年代的感覺 我說不出來是日本還是香港還是哪裡 反正就是 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而且我一進來以後就是有 就是一位男子跟一位女子 他們兩個都很復古 就是 很復古 就是有一 那種9M88的那種爆炸捲 對 然後他有一個超大的那個 叫朋友發家 就是很復古 然後老闆穿那種 條紋 登星絨的那種 然後還有小朋友 感覺就是來這裡以後走出去 你就會穿越到80年代 那這裡菜單很可愛 一般那種 居酒屋都會是那種 木牌子柯的菜單嘛 他這些菜單都是手寫的 不只是牆上菜單 他連 紙本菜單都是手寫的 很有溫度的感覺 乾杯 這裡就像居酒屋 但是他的食物是就是穿菜 我已經跟這裡戀愛了 這裡的風格太酷了 而且感覺老闆是一個很有趣的靈魂 我說錯什麼了 是停電的靈魂 這個毛豆 是我非常堅持要點的 因為喝酒就是要配毛豆啊 什麼歪例 這個毛豆本來以為可能是那種炎炎 然後比較偏涼拌的 但他真的也是比較偏窗味的感覺 就是帶了一點點辣 然後還有胡椒 雖然說沒有那麼的脆 但是我覺得就是 這種帶了一點辣的水煮毛豆 就是超級好吃 超級下酒 這是老闆的櫻王 除了毛豆之外 我們點了另外兩個下酒小菜 一個是這個滷小腸 另外一個是這個蒜香鬆拌豬 這個滷小腸其實滿特別 他用的部位是我們台灣在吃黑白切 用的那個脆管 不是一般我們想的那個大腸換小腸 那他這個滷起來就稍微偏軟一點 裡面會有一點點粉的質感 然後真的辣得很香 他香氣非常足 他那個滷汁是比較清爽的那一種 但是味道都有滷進去 這個我覺得滿下酒的也很好吃 另外這個蒜香鬆拌豬 他的做法其實有點像是那種紅燒肉 它就是裹粉 然後用紅燒醃過了一點 鬆拌豬因為煮起肉有關係 它的油脂非常多 所以炸起來其實滿酥脆的 然後吃起來也算嫩 有點辣有點蒜 然後還有一點蔥 那個味道真的是很濃郁 就配酒真的是 我覺得不是配酒 甚至都很配飯 這都好需要一碗白飯 這裡的酒感覺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那種日本的清酒美酒 還有桌酒 然後還有一種是就是 黃酒白酒這種比較傳統的類型 但我們兩個人都點了兩杯嘛 我覺得酒的話比較一般啦 但是氣氛真的滿好的 我會願意帶來一遍 感覺反而不像是居酒屋 比較像是有酒的春菜款 對 就是其實是感覺吃的比較厲害 但是這個範圍其實又很居酒屋 哇塞那我很喜歡 我現在就很擠 差點都忘記我們還要點這個 鮮奶小碗頭 這樣我們吃到忘記它的時候 它送上來了 這個鮮奶小碗頭其實炸得很好 外皮很酥 裡面剛好很鬆軟 唯一的缺點呢就是少了煉乳 這種炸饅頭怎麼可以沒有煉乳啊 太可惜了 辣薄薄 現在還滿晚的 該回家了 我一個月之內都不要再吃辣了 好啦沒關係啦 我今天已經心滿藝術了 對 吃了穿菜 然後連就是喝酒都可以有辣的東西 我嘴巴已經徹底沒有感覺 我吹唇都是麻的 到底誰逼你了 你自己明明今天就很開心 我講得很開心就很可憐 是很過癮 但是真的太辣了啦 今天的兩家店真的都滿喜歡 特別是這一家福生酒館 完全是我的菜 就是從裝潢到音樂到食物到老闆的打扮 都很酷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也可以按喜歡 然後按訂閱再開小鈴鐺 也可以到Instagram跟Facebook去追蹤我們 會有即時的一些生活動態 幹嘛啦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